欢迎走进文言哪些事 施欲者归 果为欲 乃自居且传之后人 嗯 这故事里可是有许多个居字 接下来我们就来好好分析 看进文字形的居 向人体驱静蹲矩 书文解字说 居蹲眼 可见居的本意是蹲矩 蹲坐坐着 看左边第四行 居大时尚 这里的居就是坐着的意思 这是说那个人坐在大石头上 这个本意需要你牢记 那接下来我们就来学习居的隐身意 我们说在一个地方一直蹲坐下去 就隐身出了居住的意思 看左边第一行 秦有一人居于山野 这里的居就是居住 这也是居的常见意 翻译的话就是 清朝有个人居住在山野之间 既然是居住 那就意味着他会待在这个地方 所以居也有停留 止息的意思 看左边第三行 某日登山几半 居于山腰 这里的居就是停留了 那这句话就是说 有一天爬山爬到一半 停在半山腰 这个人停留在半山腰 而停留这个状态 就是处于某个地方 所以引申出处于处在的意思 看左边第五行 建议时居右 这里的居是处在的意思 那这句话就是 建到一块石头处在右边 如果是军队处在某个地方 就叫做驻扎镇守 如当事时 彭越将军居两地 这里的居就是驻守了 意思是在这个时候 彭越带兵驻守在两地 刚才我们说了 左边第五行 建议时居右 看来这个人是要发现宝贝了 那发现了宝贝 自然就得好好保存 所以居又有占有的意思 看左边第九行 果为玉 乃自居且传之后人 这个居就是占有的意思 这句话就是 果然是宝玉 于是自己占有下来 并且传给了后人 现在宝贝占有下来了 就应该储存起来 北居还有储存 储蓄囤积的意思 看左边第七行 居为其货 寻食欲者分辨 这里的居就是囤积的意思了 所以这句话就是 囤积起来当作神奇的东西 寻找能识别宝玉的人来分辨 那前面说的是占有具体的事物 如果是从时间的角度看 占有某一段时间 也就是过了某个时段 所以居也可以表示经过的时间 以为过了 看左边第八行 居数日食欲者归 这里的居用在时间之前 翻译为过了 所以这句话就是 过了好几天 鉴别宝玉的人回来了 现在我们说完居的动词译 再来说一下居常见的两个名词译 居有居住的意思 所以第一个名词译就是贤居 平石 看左边第六行 与居石所建相译 宜为御 这里的居石就是平石的意思了 这句话就是和平石建造的石头不一样 怀疑是宝玉 既然居的动词译可以引申为居住 那么名词引申译就可以是居住的地方 也就是住处住地 看左边第二行 家贫居楼 这里的居就是住处了 这句话就是家庭贫寒 住处简陋 到这里 居的意思我就讲完了 接下来就复习一下吧 居的本意是蹲居 蹲坐坐着 动词引申意有居住 而居住在一个地方 那就是停留 止息 停留在一个地方 就是处于 处在 而军队处于某个地方 就是住守 镇守 后面还有战友 以及存储 储蓄 囤积 那占有某一段时间 就是过了 名词的引申意有 闲居 平时 以及住处 住地 到这儿 居的那些事就说完了 下个视频要出现的是福 咱们不见不散